所以我們在這個合成上面 大概會有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好 我們剛剛跟各位來講介紹 我們已經介紹完了碗類的分子 碗類的分子結構 我們在進入更複雜的這個方向圖文化 翻臉機之前 我們會訪問到說 我要放三個翻臉機 或者是我要把這個翻臉機轉換的過程當中 我需要先設到實際的使用 我需要先設到這個翻臉的條件的調整 所以現在我們會先設到 你會給你的即時物 會等於你的藏物 這個藏物可能是會比你的 這個翻臉機時物的能量來的低 它又可能比你的這個即時物的能量來的高 這個地方呢 是你的產品 這個地方呢 是你的reaction的方向 你的反應的方向 這就是C的吸塑物 吸塑物我們要做的assam sarding material 還有可能是A 這個吸塑物呢 可能經過一個能量 到來這個位置 這個吸塑物呢 可能經過一個能量 到來這個位置 都有可能 不一樣怎麼走 所以呢 我要從A 變成搶物B 從A 變成搶物C 這個過程當中呢 會經過幾個分二點 它會經過一個能量的高峰 能量的高峰 它會經過一些能量的這個 那個牽引往上走再往下走 那當然我們知道啦 往上走再往下走的過程 這個交代H 乘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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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這邊的左邊的方向呢 另外這交代H 就是乘負的 一個是小於0的 一個是大於0的 我討論到這個M-talking的確定的時候 我們跟大家講說 只有這個含量有一個變化 我們討論到這個 它的能量的這個 我們稱之為State Function 其實這種解讀話的時候 在我們潛的相處 上學情的文化 跟大家就找到State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方形關係到你的位置 關係到你的路徑 所以如果你單純之意 你的起始物產物 起始物產物過程中看 你只看得到它 起始的狀態跟最狀態的狀態 可是你看得到它 是怎麼得到這層B的 還有可能是誰啊 直接滑下來 有可能是怎樣 經過一個能量的堤風 在爬上來 有可能是要先突分能量的高峰 再下來 我們在考慮的跨決反應 又發生過程 就是要告訴你 我要怎麼從75得到這個V 這個過程怎麼進行 我要從75得到這個C 這個過程怎麼進行 那能量這個反應的過程 就是要上次的固形 還有可能是反過 有可能是另外一邊 長另外一邊都有可能 但是這些是這些事情 這個溫度 每一個能量的這個T點 代表都是一個無力可分離 至少是短暫的分離 的一個最大的 這個能量的這個高峰點呢 我們是把它稱之為 它是一個TS 叫做Facetious的過度感 叫過度態 過度態呢 是一個反應發生過程當中呢 你的電子在轉移的過程當中的 那個型態 它呢 這個分離不出來 它是一個能量的高峰點 它是一個能量的高峰點 那你的反應第一點 到能量的這個高峰點的過程當中呢 你所看到的這個能量長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FeltaEA 叫做Activation Energy 通話點 對不對 那這邊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是右邊來看呢 當然它的FeltaEA就是在這麼高 FeltaEA就是在這麼高 FeltaEA就是在這麼高 這是一個吸熱的過程 這是一個剛熱的過程 所以它如果是小一個0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放克的過程 所以呢 如果你想到的吸熱單子體質的反應 發生過程當中 它是吸收了一個能量的 但是你看不到 這個標題EA的高峰點的分數 你能夠讀過這半EA 欸 這代表你不能去介入這個反應的發生 所以呢 我們要開始討論這個反應的細節 比如說呢 我們應該是反應 你討論說我見過要得到B 我從A開始 那我要使用什麼樣的條件 讓A重達成B 這就是我們怎麼開始發生這麼快的 那中間會經過什麼樣的 水平State 然後呢 會經過什麼樣子的能量低點 它有可能不是長這樣子喔 它可能是長這樣 對不對 這時候呢 它就經過兩個能量的高峰 以及另外一個能量的低點 這樣很多的感應技術都很像這樣 當我畫給你 告訴你說這是一個中間底的時候 就要記得 我指的是一個反應過程中 它是一個能量的高峰 當我告訴你說 這是反應過程中的過度態 水平State的時候 我告訴你就是 它是這個反應過程中的高峰 那我們先告訴你 這些反應的過程中 然後你怎麼會操控它的 那我要是突破一個能量的高點 討論長物分 長物跟基石物的這個能量的高峰 以及我要討論 這反應多不中一進行 就是兩個 我們知道的反應控制的因素 我們把它稱之為 一個叫做Simal Amnes 一個稱之為Kinetics 一個是熱力學的這個控制 一個叫動力學的控制 我們大家就可以討論 這個反應是怎麼去控制的 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在第四張影片 都會介紹的是一個 chemical reaction 這一張影片裡面 大部分都要畫手給你彈 所以我覺得 我會用手畫給你彈 看到過幾天 但是你看看看看得懂 但是你要跟我解釋 尤其要進去一個部分 我們要解釋 你的過度態 它的穩定的能量的高低的時候 那時候有點困難 所以我先會交到那邊 可是呢 你要跟我們走過一次 但請你回去 要先理解一下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 一些事情是 當我要考慮這個反應的發生 那你要考慮什麼反應發生的過程中 你要所要注意的這個細節 所以呢 我先考慮什麼反應 我要先定義什麼叫做reactance 什麼叫products reactance是什麼 是你的反應物 比如說你要拿來參與反應的這個物質 對不對 那這個物質呢 會被轉換成products 會轉換成products 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那個物質呢 只是呢 參與反應的發生 但是呢 在你的反應前後 並不會造成它的結構上的轉換 所以會有75 會有75 會有長 這是反應的其實很合理 第二 它會有一個magnetance 什麼叫magnetance 將來這一年你會最重要的事情 你就是開始畫它 好 等到我們開始這個進入其中之後呢 就開始要畫很多很多的機器 再來是最好的地方 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你要不斷地去插頭 去把這個機制的畫得很清楚 所以你畫出一個 step-step pathway 只是什麼意思啊 當我要把反應物 從a軸到b的過程當中 這個a是什麼轉換呢 調整成b11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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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ts呢 開始進行 下一步的轉換 直到這個b12 中間可能會經過幾個 額外幾個中間體 你要怎麼去推測這個反應的發生 這其中呢 中間體很重要 過渡態也很重要 所以呢 我會不斷地被你提醒說 你在一個反應發生的過程當中 它的過渡態會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過渡態呢 往往呢 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態 就是說它會用虛線來表示 我忘記了 我們在畫一個過渡態會發出虛線來表示 為什麼 我剛才跟大家講過 過渡態指的是一個 其食物到殘物的過程 所以呢 其所殘物發生什麼事情啊 發生了一個 成生世衛 chemical stress-coating 一個畫屬轉換的過程 什麼樣子轉換 表示是鍵子產生的轉換 我既然是鍵子產生轉換 表示什麼 是我的電子的位置發生了電話 電子的位置發生了電話 所以要這麼意思啊 我的電子正在動到 別的輸入在那裡 所以發現呢 本來我畫時間的地方呢 我開始畫成虛線 然後呢 在另外一邊就開始出現 虛線的出現 表示什麼 我的鍵正在慢慢移動到 後面突然去 有點像我們在畫共振的指頭 這個東西都在叫做共振 我們畫共振的時候 如果告訴你說 這個電子呢 並沒有定律化在某兩個原子之間 也就是表示什麼 它沒有真正性的原子 就以虛線的表示 表示呢 它會在不同的原子之間同時存在 OK 好 所以當我們會一開始慢慢的 教你這個mamekin的整個過程 發生的時候呢 下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什麼呢 我們要開始告訴你 什麼叫做smo-dynamics 什麼叫kinetics 那smo-dynamics 則是熱力學 kinetics則是動力學 討論都是什麼 都是能量的問題 所以當討論到熱力學的時候呢 我要告訴你的事情是呢 整個反應的控制呢 整個反應的控制呢 是控制在你的洗食物跟產物的能量上面 我們一直考慮到能量 所以呢 所有的一切呢 要以能量為你的判斷依據 kinetics的部分呢 只是討論到它的反應速率 什麼意思啊 誰容易發生 誰就容易發生 哪一個反應發生的速率 不管做我們的方向去進行 這是兩件事情喔 一個是容易發生的就先走 然後另外是什麼 不管它怎麼做 我們就是會去嘗試 事實上最有一定的想要維持 我們待會用這個 Energy的這個大家會跟各位介紹 跟各位介紹 我們常常這樣子講 講到熱力學跟風學的時候 比如說 你今天爬這個爬山爬到半山尿了 這時候兩個選擇 你有兩個可以去看這個遠方 遠景的地方 一個呢是右手邊的小山球 你過小山球是用到一個平台觀景台學 很漂亮 可是呢還發生一切 另外這邊呢 你必須要爬過一個海拔 再往上爬 爬個小池到海拔 兩千的地方只看一個觀景台 那你看到的 左過來之後呢 你下來就會看到 會怕另外一個更漂亮的 可不可以自己去 這個風景頭 欣賞 那你要走這個 好好走的 南走這個不好走的 就看你的選擇 當你沒有足夠力氣的時候 你只能爬回那一位 比較小的戰鬥 去欣賞到 你可以接受的風景 對不對 但當你給你足夠的 你有沒有足夠力 你就有機會去越過一個 比較難越過的這個戰海 但是到一個多明顯的狀態去 會去清晨 我們到時候會用 Energy大部分讓你介紹 跟你介紹 在開始之前 這個專門之前 我會跟你介紹 我們在接受反應的這個發生過程當中呢 用一個很傳統的反應 讓我們多介紹 這是一個 Colination of an Essence 這是一個甲烷的羽化反應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這個甲烷呢 這甲烷的分子 我把這個甲烷的分子 我把這個甲烷的一個清呢 示範成綠的過程 那為什麼選擇這個反應來做的啊 不要忘記了 我們今天要跟你討論是什麼 跟你介紹什麼叫吸塑物 什麼叫反應吸塑 對不對 然後想說能量的控制 這個反應很適合你來做這些解釋 為什麼 因為呢 它是一個都要解釋反應 這個反應是在氣態感的進行 為什麼 Messence是一個氣體 Coling也是一個氣體 它的反應的產物呢 你也可以是以這個氣體的方式存在 所以呢 這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當中呢 它是氣象反應 你不需要考慮容器的存在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對不對 如果我就要考慮這個容器的這個效應的話呢 這個反應的條例就比較複雜了 所以當我可以介紹 畢視的化學反應的時候 我們給你的條件是一個 不需要任何的容器參與 整個反應當中 就只有兩個極數的原因 它就開始進行反應了 的過程啊 第二個 這個呢 結構呢 也是各位所學過的 很少數化學結構之一 這次你不是做大學 高中可能學會做很複雜的 對不對 做大學為止 至少有一次 變成超過碗類 變成超過碗類 所以你知道碗類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你知道是間接嗎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C正H 兩個共用的 對這個bounding的理由來選擇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很清楚它的結構 清楚它的性質 接下來呢 這個機制是很清楚的 這整個反應的化學機制 其實呢 已經可以研究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去認識到 整個反應發生了 一步一步的發生過程 那 下面呢 就要看這一些照片 我們該怎麼去討論它 這個反應呢 過度在什麼樣子 這個反應有什麼出間地啊 這個反應會有什麼長路的出現 好 所以我們要開始 來利用這個反應 來跟你介紹 一個化學反應 是該怎麼進行的 整個process該怎麼進行的 這個反應喔 它必須要呢 一個去動的條件 一般的濾氣呢 不會自己斷掉 所以這個反應當中呢 你需要是這個 需要一個光或是熱 來去做一個點燃的動作 它反應應該點燃 通常在這邊喔 這個 要去你的反應當中 你會用照光的方式進行 照光的方式進行 我們利用的是藍光 利用的是藍光 利用藍光 用藍色的光線的照法 然後呢 這個 會有很多的這個分子呢 這個 會產生 因為它會轉換很多分子 但是呢 這個反應的驅動 你需要照光的 你只需要一開始照光 那就是照光的 為什麼 你只需要產生第一分子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你只需要點燃這個反應 它就開始進行 所以整個反應的發生 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 它需要什麼步驟 第一呢 它需要一個名學訊 這叫起詞的這個試劑 事實上這個反應呢 跟我們 之後照光後面的 製造一些 去核反應的 會有一個類似的過程 第一個動作 是一個你學訊 它要去 Generate Uranical Individuum 你要利用這個 起始式機呢 先去幫你製造出 第一個 高度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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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自由基的中間體 接下來這叫做 Propocation 這是一個 中間的這個反應 你要開始呢 去進行這個 Propation Step 你的反應條件當中 已經開始出現 第一個高度胎 的固執 什麼叫高度胎 你本來把腳碗跟濾氣混在一起 它是不會發生反應的 你勢必要 這兩者之一呢 要把它轉換成一個 非常穩定的 非常不穩定的 這個反應物出來 它才會去驅使 下一步發生反應 所以呢 在這個反應當中 它利用的是一個 是有極 所以當我第一步起始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呢 還可以開始去影響 存在反應當中的 這些比較穩定的 化合物及時器呢 開始去生成另外一個 這個reacting media 通常呢 它也會是 帶有這個reacting 所以整個population的 這個process裡面呢 它是利用reacting 才去 又發另外一個reacting的生成 所以它有一個要求 當我市在中間 這個進程的過程當中呢 它不能夠把reacting 退去掉 每一個步驟都要 能夠產生新的reacting出來 屬於停止了 好 最後一個 如果呢 這個步驟發生的時候呢 是會把 能夠去用反應的這些自由性給停止 也就是說呢 兩個反應完之後呢 就沒有出現性的自由性了 這時候我們把這自我 是一個termination 一個終結反應 一個終止反應 所以是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喔 這個initiation 這個obligation 一個是termination 這個過程呢 就會造就整個反應的一個reaction 所以是一個連鎖反應的這個發生 好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步 我們大家看到了 對不對 第一個反應呢 是利用這個 CM4 加CL2 利用照光 我們剛才講說 這個照光呢 利用的是這個 藍色的光 那為什麼是一個藍光啊 為什麼是用這個藍光的這個方式 來做這個 噪風的反應呢 原因是因為呢 我們知道這個濾性喔 會有一個CL2 這個綠的這個 反應的 它的漸的這個漸能喔 一般來講 漸的 濾性的這個漸能 大概是在 喔 242 這個neo 242 tm 那你再去換算喔 我們來看一下換算的這個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換算的這個結果 所以呢 它是 2-42的 future 然後呢 它會等於這個 6-63 乘以10的 6-37 等於這個 6-63 2-22 23 乘以 3 乘以10的 8次棒 處理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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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你可以把這個浪板呢 給鑽出來 再把浪板的鑽出來 這個浪板鑽出來呢 我想說大概在480幾的樣子 m. 你可以鑽一下 這個浪板呢 它就是接近南面波的浪板 那你幫它看著 這兩項是真實的是什麼 指的是你的 這個 CPO CPO的方便 COPO CPO 它是CPO 從何種材料 你怎麼算出來 每一個CPO 是怎樣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它的3D固定 上面有一個radical 去發生界限 所以呢 你要去推算說 這個方式發生的能量是什麼 你當然是從它的3D radical 3D 對 生成了 這個sigma 也就是這個sigma畫面 對子接起來 打斷它 你希望能不能來 做這個東西 你一開始照光線了之後 你從一個電子 要被打上 產生斷線的過程 那斷線完結是什麼東西 斷線完結你就把它電 用成 變成這樣 所以照光完結就變成了 兩個 綠綠綠綠綠綠 要是看另外一個話講什麼嗎 這個反應呢 你是它 小� сок跟續 Fried 綠綠綠綠綠綠 跟綠綠綠綠綠綠 issant成反应對不對 兩個都是穩定的效果 你不可能讓它講滾來時間發生反應 所以你一定需要去啟動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是一個radical 3-radical的trap reaction 它利用的是自由氣的反應 自由氣的反應裡面 你要去看哪一個的方便率比較大 以這個預計來講 它的這個bundi的能量 有些地方我們先試演22 有些地方自己有253 就看你去計算 它的這個計算出來 最好結果它其實是4-7到4-1的時間 2425 3是它的方便的營量 那你你有能量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段 這個E代表什麼 是方便的群質 不是這一段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呢 在方便的群質下 你要1.hm 然後呢 這個分數是什麼 C數兩道 對不對 光速 這是光速 記得嗎 這事情應該是屏幕 或是屏幕外的角度 C是這個分數 對不對 然後推算出來這個浪打的波長是多少 你必須要提供它480個這樣子的波長的照射 你就有機會能夠去破壞一個C2-C2的階級 產生了兩個來回合 那產生兩個來回合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把這個C2-C2的階級打斷 變成是兩個COVID-A 這邊本來是COVID-AX 變成兩個綠原子 變成兩個綠原子 所以這個原因是照亮光會把它打斷 照亮光打斷 這樣子的照光讓我們沒想到跟CH啊 不行喔 CH的階級的階級階級很強 一般來的都很強 我嘴上有數據溫到400個左右 400顆就很默 所以照亮光的這個能量還不至於打斷打 所以你提供它正確的波長 你就能說學會性破壞掉某一個這個階級 而且破壞的方式呢 指導作指定一定要切斷 這個兩個人力統從中間硬生的法來切斷 為什麼英靈給它怎麼樣 是足以把一個電子從事業能來到什麼C2-C2的能量 那這邊聽得懂嗎 聽得懂要打斷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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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照光為什麼能夠去誘發板發射的過程 所以照光的光之後呢 事實上卻破壞了 這個C2-C2之間的是一顆電子 把一顆電子給它 一顆電子給它 破壞了實際上 你之間就形成了這個M模式的資源 所以經過照光的通過之後呢 經過了這個เส谷 它跟우� Sir侯燈的造光的過程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C2-C2 這樣的濾氣分子 變成是兩顆原子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本來呢 在濾氣的時候呢 這兩個都是滿足這個X-C2-Cget 現在是一個穩定的分子結構 再開來呢 變成綠 為什麼這個 綠 為什麼這個 CF的電子的電子比較大 或是CLCL電子子比較小 雖然呢 換了電子之後呢 它變成是一個帶有一顆單電子的 不滿足巴鈺體 可是這個是綠本身的原始的電子存在 對不對 一團綠的電子存在是不是就是在7A組 它本來是7A組存在 只剩下它會傾向於什麼 如果我有多電子就放在電子裡滿足巴鈺體 所以綠權在負電變成CF 就是所謂的CORINE 可是呢 當我是在帶一個radical的時候 事實上它也沒有那麼多電 綠質上就會失去碳 所以呢 這個線就比較弱 因為它斷掉式都沒有這麼多 對不對 不是一個小小小的中間一階 可是你如果是這個碳跟氫的時候就是碳 我們去到碳的時候就真的是有一個電子的電子 它是缺電子的狀態 好 Radical呢 因為呢 這是一個這個radical COC的狀態 所以它本身呢 是相較巴鈺的樣子 它是少電子 所以你白色看到的radical 產生radical的這個過程 Ridical 則是自由基 那你認為自由基 自由基則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呢 你有沒有鬼域裡面 蓋一個單電子 直接蓋一個單電子 這個單電子 不把這個就是自由基 所以人家說為什麼這個自由基很不好 因為自由基在體內產生的時候 這個自由基的單電子可能是強大的電子 所以造成別人氧化 對不對 我如果產自由基 這個人家說所謂抗氧化 自由基在抗氧化 就會變成自由基對不對 為什麼自由基在體內造成別人氧化 反過來想 這是一個自由基存在的時候 這個自由基你會去搶 會去搶這個另外一個 這個受子的電子 它搶過來 那它自己可以做什麼 對不對 不造成這種 造成對於藍化的電子 失去氧化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Ridical來講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 vianual condition 是缺電子的狀態 它是缺電子的狀態 它是缺電子的狀態 這個特性我要很清楚 因為我們在這一個章的最後 就能夠介紹幾個很重要的 這個中間的狀態 一個是Ridical 就是所謂的這個分子帶電子 一個你跟別說分子帶電子的狀態 一個是什麼 其他樣子 洋溢子的狀態 一個是其他樣子 一個是其他樣子 系統的狀態 你不怎麼判斷它的這個中間的狀態 它別在取代器幹什麼處理力 好 這是一個 這個狀態的關鍵 好 所以當我的這個狀態出現的時候 這些spaces 這些物質 會很容易馬上去跟另外一個 具有這個電子的這個分子 這個原子 或是分子 去把它給結合 然後呢 會去滿足它自己的這個 發育體的這個狀態 這反應是很強的 它反應是很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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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呢 會產生的 第一步 產生的這個Ridical出現 是一個chlorine atom 是一個chlorine atom 這個不叫做這個chlorine Ridical 或不是其他的 它可以叫做緣原子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chlorine atom 還不是緣原子 也不是其他 它是原子和電子其他 好 當我生成了第一個 這個chlorine atom 的時候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那個步驟叫做 理學也許即時動變 接下來呢 會進入 跟反應當中的 其他穩定的這個分子 它會變成這個畫面 所以呢 當我生成第一個chlorine atom 之後呢 單電子嘛 不穩定 它開始眼睛到處去瞄了 那它附近 你會跟它 比較不穩定的 它會瞄誰啊 瞄反應當中 還沒有進行動作的 夾網 對不對 這個夾網裡面呢 帶有四個ch的這個 這個見解 它呢 就會去搶第一個清 搶了第一個清之後呢 我生成一噸幾個拍出鏡頭的 這個時候呢 這個radical呢 就會帶回去到夾網子上 所以這個過程呢 我們把它稱之為 這是一個population 我們剛剛講過 population的過程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兩個 反應物反應完之後 不能夠失去radical的設計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反應完之後呢 至少我還用一個macyor radical 加來 我還用macyor radical 加來 所以呢 這個過程是一個 連續沒有錯的 為什麼它沒有讓這個 自由性的線 對 這個呢 就準備了 再去跟下一個分子 做下去看 OK 好 所以這邊很注意喔 當我畫出一個自由性 反應的時光呢 我的這個見解呢 依靠於一個泛鏡頭去畫它 代表什麼意思 我是哪一顆電子出來的 這個清呢 也是從CF見解 這個兩顆電子 哪一顆電子出來的 所以這邊哪兩顆電子 在一顆給的玉 另外一顆給碳 所以說你的碳這邊呢 就是帶一顆 再一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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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你 那這樣這個碳能夠帶電子 你要帶電子 你要帶電子 怎麼 CF 到底是不是是一個 這個電子的 Charge的那顆電子 不是喔 為什麼 CF會算嗎 碳的主數是多少 4 4-3個電子 減掉一個電子 1 它是不帶電子 它是不帶電後的 它是不帶電後的 所以當你要去考慮 這個分子 都在電後的時候 你要看什麼事情 它單純只是跟人家 共享的一堆電子裡面 它跟人家斷開來的 把這個性能值 給你去 推給這個 對原子 兩個結構成一個新的 HCL 然後呢 讓我的碳 有這個 radical在身上 生成這個measure radical之後呢 它的下一步呢 就會再進一步的去跟 沒有環境當中 還沒有被打斷的這個綠 去產生新的 這個綠的radical在這裡 Colving atom 帶有這個radical的綠 以及呢 一分值的holmexate 這就是你的差別 這就是你的差別 所以這邊呢 還在propagation step 為什麼 我還是生成了一分值的 綠的綠原子 我還是生成了一分值的這個綠原子 OK 所以它會再繼續反映下去 或再繼續反映下去 然後呢 這整個反映化過程 發生過程呢 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的 整個反映都發生了 理論上呢 是 第一步 是一個你學H 你的lab 把綠拆成兩個綠原子 接下來第一步 H呢 一個綠原子去抓了一個性 把這個電子 把這個性能給打斷 讓我的這個mexane 帶來一個radical 接下來呢 那這個mexane radical mexane radical呢 再去抓了這個 這個綠原子 預器的這個其中一個綠 生成了一個propagation 這是剎綠 再生成了這個propagation 經過的時候 你會相信之後 你得到的是一個反映的 完整的反映值 那很奇怪喔 老師說你怎麼捏去 對不對 那怎麼捏去什麼發生啊 怎麼捏去什麼 我要把這一些 反映當中呢 所生成的這一些radical 都給它去終止掉 那這個過程 這過程是怎麼發生的 當我整個反映發生的過程當中呢 它只消耗了Rainful 然後呢 它沒有說任何建設 也就是說呢 它不產生性的Rainful 所以這過程是不是可以試圍說 我都一旦發生這個反映完 我就把這個反映裡面 高活性的物質給用完了 沒有 不再隨著這種高活性的 整個自由期了 這時候反映就終止不了了 所以呢 當我如果遇到的 反映當中的這個Messure Radical 碰到了這個律 然後呢 就生成這個所謂的 Core Radical 這是你的Pommagation 那你問我說 老師啊 這個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個Messure Radical 去碰到這個Core 然後生成Pommagation 那你什麼時候又會讓這個Messure Radical 去碰到這個Core Radical 所以這反映的發生跟什麼的關係 跟你的反映有故事的關係 跟你的反映有故事的關係 跟你的反映進程是有關係 什麼意思 當我去想像一些事情 我的反映在發生 一開始起始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Messure 我有很多的Core Radical 我照的方式後 有一少部分的這個Core Radical 被打成了Core Radical 就是所謂的Core Radical 對不對 這時候Core Radical是一個高活性 它會碰到其他反映當中 還沒有被反映的Messure Radical 然後呢 生成1分值的Core 然後呢 生成一個Messure Radical 這時候Messure Radical的周邊呢 都還是那些還沒有反映的Core Radical Core Radical 這個時候呢 會去講Core Radical 一直反映反映反映到最後 生成的長度之後呢 會發現 環境當中 Core Radical 漸漸的跟Core Radical 量不慢的相互 這時候開始競爭了 對不對 我有可能去打Core Radical 我有可能去打Core Radical 我有可能去打Core Radical 這時候開始很麻煩 有一部分就開始要自強 一部分還是繼續怕生反映 所以在什麼反映做完之後呢 是什麼 當我的反映當中 不再遵守這個Messure Radical 的時候 這個反映就選擇了 就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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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Messure Radical 整個反映的發生過程 是有洞窗的過程 當我的這個反映 容器當中 反映的過程當中 有越高 還沒有發生反映 我才進去過Messure Radical 選不去過Messure Radical 對不對 好 這反映的過程呢 它就會不斷的生成Messure Radical 最後呢 當我反映當中的 存在Radical量 比沒有Radical的Species 還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就會發生了 Ratical的Ratical 好像發生了 生成Messure Radical 就把這個反映的停止掉了 就把這個反映的停止掉了 所以呢 這個反映的過程當中呢 Termination Stem 它的停止 只有消耗 沒有生成的時候 你就把它甚至為 它是一個Termination過程 所以終結者的過程 反映終結掉了 反映過這個步驟 這個反映就不會繼續走 就不會繼續走 就不會繼續走 所以 A reaction is classified as a Termination Stem When any 2-3 Raticals join together producing the non-waste 當我發了兩個 黃色Messure Radical 這個步驟 碰撞 發生反映之後 所生成的是 不帶有任何Ratical的 這個場合的時候 這時候 這個反映就比較了 就比較生成性的東西了 這時候也是一個 這個Termination的 這個Step Termination Step 那時候 Termination Step 會發生的這個樣子 有哪些 你們知道我剛剛定義了 凡是兩個Radical 你要去想 我要什麼樣子 才會讓這個Radical 不見 讓它消失 一定是什麼 Radical不 Radical 生成了一個新的Bounder 對不對 是一個新的Bounder 所以一定是兩顆Ratical 混在一起 所以要嘛 它是Messure Radical 碰上的Chorine Atom 生成了Chorine Set 或者是什麼 反應過程當中呢 這個Chorine Atom 跟Chorine Atom 混在一起 產生了這個Chorine Gas 它不產生它有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反應當中 過程當中 策劍能還是弱啊 所以呢 它的生成這個法是有利用 所以反應當中 如果又有Messure Radical 發生的時候 它又會再被打開了 又產生新的Chorine Radical 又往下繼續做下去 又往下繼續做下去 好 那你如果說 那生成開的時候 會不會容易 再去用下 做這個Ratical的Ratical 這個時候呢 這個彈力線 就不容易產生 這個所謂的Homilic 就是說 不會讓這兩顆電子 同時斷掉 一人給一顆 為什麼 C跟C有自由 通過的東西 它有電子 非常能靠近 它的電子 它的電子 斷電的形式 傾向 它不會從中間 來看 一人彈力 不形象 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這是我們出去過的 這個化學的這個電子 這個 成見的過程形象性 是吧 所以呢 一旦發生這些現象的時候呢 就會反映的 你連續 最糟糕的是什麼 當我的反應過程當中呢 產生高濃度的Messor Radical 這兩種就是 我們自己接在一起 產生一個Sign 產生一個U啊 它不是你要的東西的 所以這個反應 發生的過程的控制呢 困難的地方就在哪裡啊 會在於 你會生成很多的這個 這個Messor Radical 產生如果我們 Ratical Spaces 這些不同的帶有 是有性的物種 這些呢 如果互相動作 就會忠實的產生大 而且會產生一些 像它一旦產生這種 這個產物是風的 它是消耗掉 一個自己的基礎 但是那個都能夠擔心 就會產生 負產物的產物 對不對 另外呢 如果這些帶我Ratical的這個分子 它會用到我們這樣的這個 屏蔽 用到屏蔽之後呢 它有可能就會跟屏蔽 接在一起 你說我是要屏蔽怎麼跟它 它會接在一起 你不要忘記 屏蔽有生化學術時候 對不對 屏蔽這種構成呢 就是玻璃的話 它就是一個Silicon SiO2 所以呢 它一旦發生了這個 電子 這高度電子的時候呢 它是會跟屏蔽發生 化學術相同的 會跟它發生化學術相同的 所以 它一碰到屏蔽之後呢 它也會中止 然後呢 把它的這個分子 去接到這個屏蔽下去 會發生這件事情 不然這件事情 所以一般玻璃 如果你操作過很多化學術 環璃之後 通常到最後 化學環璃不只是做回頭 做很多其他的這個 有激酸鹼的環璃 做很多不同環璃之後 再實際上是 有時候我們就用 高鐵、高酸去洗它 然後更麻煩的時候用什麼 可能我們叫Tyrantum 就是有一個主要去洗它 事實上它就是 瘤酸跟胃氧化氣 就是雙氧水的活力 那個非常強 那個會很危險 然後呢 它可以去把整個玻璃的洗得很乾淨 還有就是把玻璃的表面那一層 那通常是我們用在 一般化學環璃容器很少這樣子洗 一般是我們在做這個 生物晶片的時候 我們會擔心那個 玻璃晶片環環環上的污染 所以呢 會用一種很強硬的 讓我們化下去 把所有玻璃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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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把化學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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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肉每線的過程 都會介紹過一次 中間會用到很多不同的這個名詞 其中一個名詞 我們剛剛這邊都會想到 這是一個自由氣的名詞 那我們要先在自由氣這種名詞 這邊都會介紹 自由氣代表的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當我有一個原子 或是一個分子 它出現的有一顆單電子 是存在某一個果韻上面 每一個果韻上面 一個果韻原子上要有兩顆電子的存在 對不對 當我某一個果韻上的電子存在一顆電子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跟說 這是一個radical的生成 這是一個radical的生成 那我覺得有一個分子的這個原子 它屬在一個果韻當中 它出現的沒有電子 沒有任何電子出現的這種原子 這時候我們會把它剩出 它是帶有一個空腹的原子 它帶有一個空腹的原子 這時候你會去計算它的formal chart 它有可能是代生電子的物質 那如果呢 你會發現 有一個分子或是 有一個名字或是一個分子 它有一個果韻上面 帶有兩顆電子 而且是不跟人家成見的 不跟人家成見的 這時候你就要懷疑 它是有帶有 負電流的原子 它是有帶負電流的原子 這時候我們就學了 這個formal chart的計算 去幫它做一個定量的計算 你才知道說 這樣子的原子 我們是不是帶有 所謂的這個負電流 那這一些軌域上 帶有工軌域 帶有負電流 帶有自由機 這樣子的分子或是原子 它都是一個高貨性的負子 什麼意思 它都準備好了 我要跟人家發生的 為什麼 什麼叫發生的來念啊 就是要跟人家成為電子 那怎麼跟人家成為電子 就是要跟人家共用 兩個電子 而且能各出一個負玉 所以我已經具備條件啊 我有一個負玉 如果我身上已經帶了一個負玉上面 是認得它是一個 我不會有負玉在哪裡 在負玉裡面呢 我要好是不提供電子 我等你算兩顆來 要好是這麼 我出一顆 你出一顆 要好是這麼 我出兩顆 你出 你不要出 所以這樣子的物質 代表的是什麼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有一個負玉存在 我有可用的電子存在 我只會進行下一次的進行生成 所以其實我跟人家講這句話 一個分子或是原子 只要它的分子少 有一個核跟左邊 這個核裡面不帶電子 帶一顆 帶兩顆 這樣子的這個分子或是原子 都是一個國性的物質 待會兒可以介紹 以碳為主的這些國性物質 好 如果呢 我們一開始要是用這個 乳素裡面的濾根鏽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濾根鏽呢 它的電子彈呢 就是一個7A的7A電子主體 所以它們有7顆電子 所以呢 我們把它稱出的是一個 chlorine atom 秀原也是一樣 稱出的是一個blowing atom 你如果只講chlorine 我們指的是gas 是分子型態 是分子型態 所以呢 這個我們這兩個 比如說來講 這兩個呢 我們是拔下去為這個資格 原來是因為 它的原來的這個電子結構 在電子主體當中 我們確定是帶有 一顆的電子主體 那如果你是一個OH 這樣子的這個分子的形式 然後呢 這也是帶一顆電子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去 這個 這個把它說一個證明喔 它呢 比較說是 這個hidracic radical hidracic radical 那這個hidracic radical呢 在不在電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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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容易學生找問題的 你不要用拆的 有語都不要拆 我畫給你的學校 你不願意不要去拆它 你說我畫這樣 我把h寫在這邊齁 這問題喔 這兩個分子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然後它有沒有在電子課 不要拆 我們直接來看 這個分子有沒有在電子課 這個 這個 這個呢 這一個呢 6 等於要 1 2 3 4 5 6 等於 0 它是不帶電氯的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為是一個 Hydrosine Ventile 所以這一個分子它顯像性是什麼 是我要提供我兩個電子去打一個不帶電熱的 是缺電子的東西 所以 Hydrosine在你認知當中 它是被稱之為是一個電子 所以它最近做什麼動作 做完一個氫正 氫正是代表什麼 我的氫 Yes plus 不帶任何電子 所以我生存是什麼 Hydrosine 就是把我的兩顆電子填到了 Hydrosine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高度性的物質 所以呢 當我寫出O2之後 這個O2的分子 它代表是什麼 它是一個這個 椰蔥率 負含電子的物質 它會有它的傾向性 如果呢 我寫給你看 是一個Hydrosine 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分子呢 不帶電荷喔 它是電中性的 可是呢 它具有單獨一顆電子 它是一個 Eletion Revision of Spaces 它是一個缺電子的狀態 它的反應科技是什麼 它要去更硬化一個 能夠提供它單獨列型的物質 發生化學 所以它很容易去抓別人的Hydrosine 或是人家另外一個指的O2 Hydrosine 產生了新的一個股地 大家都是滿足大物質的材料 所以當我一旦發生這種Hydrosine 在身體裡面 輕氧的這個 輕氧的這個自由性的時候 我們這身體裡面很重要的 這個兩道路 這是很重要的兩道路 它呢 一般在身體的單獨中 這身體裡面自然就會有這種 這種代性物的出現 但是如果產生過多了之後 你就會產生危險 又產生危險 那什麼時候產生過多 比如說你如果摄入了過多的這些金屬 過多的金屬 比如說最近 之前常講的 你如果摄入過多的這個低價格 低價格的這個金屬的時候 它就會在身體裡面去轉亂 很容易產生比較大量的兩道路 你都會造成G有機的產生 在身體裡面感染是有機之後 是有機就亂打 打A啊 在身體裡面的DNA啊 脫位子進捷啊 把你的DNA 這個做天空的體型 DNA這個BASS 這BASS會打斷 為什麼BASS會打斷 因為BASS的上面是帶有很多的方向組 很多的這個派電子 所以當我這個電子被打斷的時候 它很容易共振走到這個方向組 它就會斷線 產生一些化學關聯機的轉換 所以自由性身體裡面的確信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關係 Radical 如果呢 這是一個頑基的這個分子呢 本來叫MASAM 然後呢 這MASAM的一個氫被打斷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反映出的是一個MASIO Radical 如果是乙基的話呢 我們就反映出的是一個ACO Radical 這個是一個ACO Radical 那這些不異的這個Radical呢 我們就指的就是什麼 它是一個Ampere的名字 就是說它不成對嘛 不成對的名字啊 它存在一個未成見的電子 這個渤域當中 這個渤域裡面呢 只有一個特殘電子存在 這時候我們把它稱為一個自由性 你算是有幾嗎 好啦 我們已經在前面呢 把這個反映呢 跟各位介紹過了 它怎麼去這個 這個進行動作呢 譬如呢 產生了這個CL Radical 然後這個CL Radical呢 怎麼去抓的這個CH3 在這邊有一個氫原子 然後產生了這個MASIO Radical 然後這MASIO Radical呢 再去跟另外一個綠去搶 它的這個綠的這個Radical 就生成所謂的功能 所以我們把你反映機制告訴你 但是呢 它反映發生過程中 它是什麼被控制的呢 它吸熱跟放熱 它是吸熱還是放熱 那如果它是吸熱還是放熱的過程當中 它是整個空間體 這些我們都還不曉得 所以進一步的呢 我們要來看呢 就是發生過程中的 它的一些關於能量的部分 以及關於反應的速率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來看它 是這個所謂的Somal Dynamics 就是它的這個特例學過部分 這一些部分呢 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引力 是一個我們硬能 security 是一個我們硬能的這個關係 所以我凡是討論到Somal Dynamics 通常先說到關鍵的部分 都是一個平衡的概念 都是一個平衡的概念 我都講到Somal Dynamics 講到都是一個平衡的過程 也就是說 我呢 在科技學的過程中指的是什麼 我如果有足夠的能量 我呢 就是再去尋找出 整個反應過程當中 能量有高有低 我要找我最低的那個點 讓我最穩定的這個狀態 讓我最穩定的這個狀態 你像這樣子好了 這個反應呢 它有可能往左邊走 有可能往右邊走 如果呢 我建議可以看到這個能量 這個比子當然還不好 有沒有 找到大陸在做某些 比較長的 我開足夠了 他們的路 全部是一個的路 我需要确实的方法是这样子几次 比較有確定的狀況是這樣子的 這如果是我的起死路A 我有兩個路徑可以選擇 這個起死路A呢 我可以呢 得到B 我也可以呢 得到C 那我代表選擇去得到B 還是得到C 的過程體決於這邊的步驟 如果要得到B的話呢 我必須要爬過一個很高的 Energy 我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 但我爬不過它的時候呢 我只需要相對去爬一個比較低的Energy 我可以得到一個雖然沒那麼穩定 但是影響可以接受的過程 所以我今天如果可以選擇 我如果有出過的能量 這時候呢 活到這個反應開始發生 它有可能走向這邊 有可能走向這邊 有可能走向這邊 所以這個反應的發生 你這樣就過來這邊 然後呢 能量出過 它又爬回來 然後四個往這邊走 好 能量的體力給它出過 它就在一個穩定的 這個散步之後呢 這個能量穩定很大 它爬不過回來了 它就不到一個穩定的散步 可是如果呢 我的反應發生過程當中 這邊就要講四個很高的能量在 它有沒有那麼高的能量給它 它能夠選擇是什麼 左手的反應數據快速 我就能不能選擇 走過來之後呢 我也沒有運氣再打回來了 我就停留在那一段 相對比較不穩定 可是呢 我的反應已經沒有發生了 所以如果以這條一段的看法 我如果給它足夠的一個能量 提供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 讓這個反應出現在什麼 A C 跟 B 之間平衡 去找一個最穩定的能量 最穩定的能量 然後呢 establish 能量最低的狀態 去決定的反應性效 另外一個選擇是什麼 我沒有那麼多的這個能量給它 這時候呢 我只能選擇 月步比較低的這個能量的話呢 來得到一個相對的一定差 所以呢 如果我選擇這條路徑 叫變成路徑 我考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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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EA對不對 Adivation Energy Adivation Energy 決定了什麼地方 決定了什麼 決定了你的反應的話 決定了什麼 決定了反應速度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呢 你自己反應書去考完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得到的就是它 如果你整個反應的溫度 或是能量 給它的能量去考完之後 你就得到一個相對的能量長 就是這樣 要跟你講 好 所以我們過頭來呢 我們來看 如果要去看一個 反應的發生過程中 我要考慮到能量 這時候呢 我要跟你講 這是一個simple dynamic 熱力學的這個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熱力學過程 是一個我們定能的這個狀態 它搜尋它最定能 這個能量的這個最低點 這時候呢 當然要考慮是一個反應 能發生這個平衡的這個狀態 所以你會考慮到它的這個 平衡的這個長數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考慮這個 平衡的長數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考慮它的這個 長路跟基礎之間的這個 你會考慮它的濃度比囉 那你知道 K2算出來呢 越靠那個什麼 是越往常路的這個方向去進行 越往常路的方向去進行 當我的這個平衡的長數 大到這個程度之後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 Nom的格子 它就是全部往上路的方向去移動 對不對 所以這個KEQ呢 如果呢 很大很大的這個 這個curian的這個 constant 存在的時候 代表的意思呢 它會讓這個反應 你接近是 完全的這個反應 這個過程 結果你反應這個過程 當 現在考慮到這個量的時候呢 你就會去考慮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VNN 對不對 考慮到VNN去我們過中計算 放心 我自己考慮計算 考慮的是 你要懂的量跟它的這個判斷 當我們呢 考慮到這個能量過程當中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這個 我們考慮到能量的這個自發 這個反應的自發性 對不對 考慮到反應的自發性 這時候會用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 Gibbs Green Energy的這個 這個計算的公式 你的ΔQ是你的這個 標準這個 這個自由能 Green Energy 的這個計算 所以這已經有學過ΔQ呢 可能突發的T讓KEQ對不對 所以呢 它是跟你的變成上說 是有關係的 你的變成長數越大 你的ΔQ就越大 這個負值 戴在前面的時候呢 可能反應的這個負值就越大 所以它就是缺負 可是什麼 反應是我們 常會發生的事情 它是會自發的 它會跟你的溫度是有關係的 會跟你的這個變成上說 是有關係的 會關係到你這個自由 這個自由能的這個大小 那ΔQ呢 你就考慮到它的這個 這個能量的這個數值的時候 考慮到這個 Encarpy跟Pentropy的時候 它會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你的產物的這個熱騰 以及它會亂數 以及它會亂數 所以整個反應的發生 事實上是要往什麼方向發展 ΔQ要小0才會 反應才會自發嘛 對不對 那ΔQ要小0代表什麼意思啊 兩個因子要決定它 第一個 你的ΔH是負的 就會公明你的反應的發生 那ΔQ是負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ΔQ是負的啊 放熱的這個反應 ΔH也是負的 對不對 那配合上什麼 你的ΔS越大 這個負值就越大 那ΔS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亂度越大 表示呢 你的反應如果是產生 越多的 這個不同的分數的時候 這個反應是 有低於反應的發生 是讓你的Increase 這個Randomness Randomness 所以呢 會從你的ΔS跟ΔQ去看它 但是一般來講 ΔS的變化都很小 在有機會的反應 ΔS變化都很小 都很小 所以一般來講ΔH是變化不大 一般呢 ΔH是吸熱或放熱 是一個比較大的關係 比較大的關係 那這個Entropy呢 這個ΔH的部分呢 事實上它就是指的 就是一個chemical relation發生的過程 在這個標準的條件之下呢 它是release或是適應的這個absorb 是這個釋放的 還是適應的吸收的過程 所以你如果看到了 這個ΔH是酷的 代表是 剛剛幫你看 ΔH是酷的 代表它是一個放熱 ΔH如果是正的 代表它是一個吸熱 但是這指的是什麼 是OFORO 反應從起始到結束 你看到的是熱寒的變化 但是你看不到那種反應的 要爬過一個文化裡面的過程 你看到只有 一開始跟最後這段差 對不對 所以它來看 你的ΔH是什麼 是你的起始對你的產物 這一段是你的ΔH 你的起始跟你的長 這一段是你的耐久 你看不到這一段是怎麼發生的 但是呢 如果這段的發生呢 它是一個副始 你會知道這個反應 你會不會發生 只能告訴你 有這樣子的這個傾向 好 所以呢 這個反應呢 會Favor肺炎 所以反應越低越好 比較長路的這個 暗瓶是越低越好 它剩成一個 那整個時候 會肯定下來 它的Potation 會肯定下來 另外一個因子 這個Vanjopini呢 指的是它的 Change in 這個Renunance 它這個 段度 自由度的這個改變 也就是說 啊 這個名字有很多 它是這個 Change in the Renunance Is all the freedom of the movement 講的都是什麼 這個分子它的亂度 它的自由度啊 等等 所以當我去這個提高溫度 把這個體積放大 或者是呢 把這個 來用的處 這個 Total的這些 長路的樹木 這些Potation這些樹木 增加的話呢 代表的意思就是一個 這個Ishomine的增加 代表它會亂出增加 要嘛是動的越快 要嘛是這個 反應的這個 速度是越多越好 所以 如果它是一個 這個Sontaneous Reaction 它是一個 自動釋放反應的話呢 它會去 這個 漸漸地去增加你的 這個 這個DESOLT 讓你的這個混亂度會增加 你有可能是 這個 產生更多的這個 這個 分子嘛 一對 一個分子 產生了好幾個分子出來 就像我們以前 所講的這個 蛋的那個地方 喔 這個蛋的化學 當我一個蛋的這個分子 它經過化學反應之後 生成很多個這個氮氣 這時候就是一個 製造反應的發生 我現在在上面有一個蛋的 這個 講到DNTR 講到這個炸彈的時候 就是有蛋的這個化合物 解氮的這個化合物 它會經過化學反應之後 它生成 一模仿化合成 二十幾個模仿的這個氮氣 加上不同的這些氣體分子 所以整個反應會變得非常快 而且是製造反應 就是增加了你的這個亂度 增加你的這個亂度 增加你的亂度 好 所以呢 在整個調整過程當中呢 你的DN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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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那再下去看它的時候 那我要去討論這個反應的這個 這個能量的問題 加上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要繼續看了 還有幾個很重要 這些都是在圖畫 我看過的一些這個名詞 對不對 Bunds association的這個Energy 對不對 這個BDE代表是什麼 你要去破壞這個 劍的時候你所需要的能量 代表是什麼 我要成劍的時候這個劍 這個能量有多穩定 那另外的是它的這個 Bunds formation的這個Energy 指的是健身層的時候呢 你的能量 你所需要的能量 那這過程當中呢 這個我們知道呢 如果是這個Bunds formation的時候呢 事實上它是把能量的吃法出來的 它是一個這個 是一個四能的過程 是一個四能的過程 為什麼 我們剛剛畫給你看 當我把兩顆電子放在一起 是一個新的劍結 M-O就告訴你們 它要產生一個新的signal方程 它是開放的時候 它是把能量的下降下來 所以健身層的時候 它是一個四能的過程 所以它的E呢 通常那個DNH-DNH-DNH-R 它是把能量放出來的 那你如果去破壞一個鑒結的時候呢 你是要吸能量鑒結 然後把我電子一點破壞掉 你就是這邊講的嘛 你要破壞掉這個鑒結的時候呢 你要給它能量 它才會把這個鑒結打上去 破壞掉鑒結 所以乘鑒是四能的 這個破壞鑒是吸能的過程 乘鑒是四能的 破壞鑒是吸能的過程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現在有幾個 這個BDN呢 可以去用來去 這個估算 你的ΔH-R reaction 你說什麼 當我反應的左右 其實到小數個過程當中 我要計算出它的這個 entrop的變化 各含量的變化之後 我們有什麼商考的因例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可以用每一個 跟其他自己的 所含有的 乘鑒的時候 或是破壞鑒的時候 你需要能量去計算出它的 來去預測這個反應的 total的ΔH-R 變化 或ΔH-R 去變化 這些都不算計算 到有些都不算計算 但是你要有這樣的觀念 整個四能跟放平的過程而已 好 這邊呢 會有兩個觀念 一個叫homolithic privilege 一個叫homolithic privilege 指的是什麼意思啊 剛我告訴你這個homolithic privilege 指的是 這個鍵鍵斷滅的時候呢 把這個鍵打斷 一個鍵打掉什麼意思啊 我兩個聯詞都用一個鍵 我用這個homolithic privilege 代表什麼 我把這個鍵裡面的兩顆鍵 是讓兩個聯詞各帶一個 從中間切斷 如果它是一個homolithic privilege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是把這一對電子呢 很五段的揮起來其中一發 另外一段就是 我沒有帶電子 所以會產生什麼 你上面那個會產生兩個聯詞 下面這個會產生一個帶正 一個帶正 對不對 當我把兩顆電子 舉回了另外一個 表示我少了一個電子 一個帶正 然後呢 接受兩顆電子那一個呢 就變成什麼 帶附電 因為多一顆電子起來 那邊帶附電 為什麼這樣的概念呢 你記得 你雖然算多多chalves的時候 或算多多chalves的時候 如果會成件的電子 是算是幾 所以你如果你是帶兩顆進來 你是多一顆電子 就帶一個附電 那你如果 你做是一個homolithic computer 舉了之後 你是把成件的個性也大 之所以你沒有增加一個緊張 那就沒有代表什麼發生 你沒有代表什麼發生 好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homolithic 跟homolithic的這個quiverge 的過程 上面這個是一個 這個均勻的斷介 事實上這是一個 3-radical的生成的過程 你把AB呢 中間給切斷 生成了兩顆電子 這是我們剛剛所學到的 這一個242 這是用242 q-chip-mall的這一個建築 它是來自於你把一個濾的氣體切成兩個濾原子的過程 切斷的過程 切斷的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是什麼 正直 它是吸能性的過程 吸能性在斷切斷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一個homolithic的privilege 什麼意思啊 它是一個產生離子的結論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它 它如果是這個不均勻的把它切斷代表什麼意思啊 是把乘建電子對呢 很無端地歸給其中某一方 讓另外一方什麼帶電量的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的場合 這是一個homantic scene 如果呢 我要不要做一個homolithic的privilege的時候 我一定把這電子歸給 喜歡帶負電的 誰啊 綠啊 綠選帶負電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這個探索如果也需要 帶著正電 綠就帶著負電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這個反應會不會進行 直接這樣子斷裂 這時候也生成這個帶正電 帶負電的東西 各位 在這個歷史當中 是否發生 這是我們跟D2上 所教我們的 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在這個狀況下 它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它必須要有其他的 龍美晶的東西 所以我們到了第六章 這個AQA來的時候 跟各位介紹 當我出現這張固執的時候 它會自動有形成像斷裂 一個拼命的狀態 它是怎麼發生的 這時候我們就把這個 在這個地圖 也有一個carridge 再往後 學完的第四章之後 學完的第四章之後 你很難很難看到上面這個carridge 上面這個呢 只會睡在第四章 所以好好保護它 那才能看到 到了第四章之後呢 你看到全部都是這樣子的反應 都是這樣子的反應 我們只會在很少數很少數的 跟你交了一些別的過程 所以如果就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些反應的發生的進展過程呢 你要去預測 剛剛你所說的 你所看到的這個濾氣跟甲烷的發生反應之後 它的整個能量法 改定發生的這個變化 你要去預測 它到底是一個吸熱還是氮熱的過程 你該怎麼去預測它 你呢 必須把甲烷把chlorine gas 濾氣 它的這個能量 以及它的產物裡面的能量 包括這個chlorimexane 以及這個h-chloride 它的能量你把它算出來 所以delta-h呢是什麼呢 是你的這個downbroken的這個能量 就是你要去把這個破壞鍵 以及生成鍵的這個過程 它的能量呢 你要把它給加同期 也就是說你要看overall 你到底是需要能量的 還是這個釋放出能量的 你要把這個鍵 這個ch鍵打斷 把這個cl鍵打斷 你所需要的能量 有兩樣的相較於你要生成一個 新的ccl鍵 跟生成一個h-chol鍵 到底怎麼能量的走的 是正的還是正的 你可以這樣就去算出來 所以這個65-77指的是什麼意思啊 是指的是 當我要去破壞掉ccl-chlorine gas 我要去破壞掉每衰其中的 harmony いう一個ch鍵iell的時候 我需要吸進來 這個677ティje9屏幕 din CR on payment 它才有機會能夠去端鍵 正要可取到 相對的 我要生成這個鍵kiej的過程當中 我每生成1分子的HCL 我是釋放出負了430的PHO 我生成這個1分子的這個HOMASM 我是放出上來的PHO for more 所以在產物之外呢 我生成這兩個新的產物 事實上我是會釋放出負的780 我是會釋放出780的PHO 所以兩天相統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白衣的發生 是一個負的105的PHO for more 這是什麼 這反應是一個放入的負值 這反應是一個放入的負值 所以你在經由這樣子計算的時候 可以去幫你推幅 這是一個放入 如果能很老的話就是要去考你 是把所有的方便能取締給你 然後你去計算 兩個不同的反應 他來就780的 然後再配合我們後面所要教你 這一些這個推論中間體的結構的過程中 請你去計測你的產物的比例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 所以不會考你簡單的這個計算 但是你要知道 我之後就會告訴你 某一個反應是吸熱 某一個反應是放熱 然後請你來去預測 之後反應所發生的事情 我不會讓你考慮那個計算 但是你要知道 吸熱放熱 你是可以經由這個 劍的生成跟劍的鑽列 你可以把計算出來 所以只要你手上有這個反應的存在 你都可以藉由這個BDE的Table 或者一個能量體 你可以算得出來 這個反應 理論上它是吸熱 它是連結上是放熱 那這樣子的反應的過程 能不能拿來是用在哪一個反應呢 不見得 不見得 它能夠承認出一個理論的能量 可是這個能量在什麼地方位置 當我記得是Retor Ratio 才剛好位置 對不對 因為甚至是Grabble 它斷了這個Retor Ratio 可是在很多反應裡面 它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這個Liquid-Retor Ratio 記得這個名詞嗎 是跟大家講過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做的是什麼 一個帶有完整的電子隊的 去攻打一個完全不太電動的迫力 做產生的這個反應 這時候它的鑑格生成跟這個釋放的 就不見得會跟你用這個做英文一樣 但是趨勢是一樣的 但是趨勢是一樣的 好 所以後來多時間跟各位介紹 就是能量的部分 重點要告訴你 你的吸熱跟放鑑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你可以知道你的整個反應發生的過程中 到底是整個反應是吸熱的還是放鑑 最愛之餘你繼續在你見 誰換了誰生神了 去遇佈它 第二個 要告訴你這一次呢 整個反應當中 不是只有去控制你的能量而已 你還有可能去控制你的這個活化能 去選擇用活化能來控制你的反應的趨向 的驅動力 所以如果要討論在一個活化能的時候 我們考慮到一個很大的意思呢 我幫你控制的是你的反應速率 是你的反應速率 對不對 那這個反應速率就會 回頭後來呢 影響到你在進行這些動力學的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這個因素 一個重要的因素 所以整個analytics control 就決定了這個 決定在這個反應速率之上 那這個反應速率是怎麼來的 反應是可以這個 反應速率是可以這個 實驗做出來 可以做實驗 對進行的實驗子去計算 什麼計算啊 你們以前都有學過 我可以去量測什麼 量測我產物的生成的時間速度 跟我計時是非常 基礎物被消耗的時間速度 我可以推論出一個 反應生成的這個 這個DT分之D的這個濃度 對不對 這是標準再計算 這個反應速度的方法 對不對 把你的這個 基礎物被消耗的時間做這個 微分 把你的這個產物 生成的 跟對時間做微分 就得到你的這個 這個反應速率的 這個部分 所以呢 如果推到一個 反應的這個速率的 這個 這個 就是你的這個 速率定律的話呢 你會看到這個反應的方法 是 A加 B 變成 C 加 B 然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 Rap 等於這個 K 乘以 A 乘以 B 對不對 這個 A 跟 B 正常指的是 你的反應當中呢 你這個 A 的 O 跟 B 的 O 事實際上 它會跟你的這個平衡 平衡的前面數值 是有關係的 對不對 所以 A 是你的大 A 的 O 是你的反應的極速 小 B 呢 會是你大 B 這個 反應物的反應極速 那 A 小 A 再小 B 只反是 整個反應 通過的這個反應極速 這個我想 大概都知道這個反應的過程 有機體裡面一樣 只是告訴你觀念 你不會再去考慮反應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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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反應的速度呢 是可以經由這個 你的 E A 值呢 去控制 對不對 當我的活化成越高 這個 K 的這個數值呢 只是一個低的倒數 對不對 當我活化成越高的時候呢 代表什麼意思啊 是我的 K 值 所以我最小 我的反應速度長度越小 好 那如果呢 這個我的溫度 越高 我的反應的這個 K 這個 K 呢 這個 grand constant 就越高 所以你可以經由呢 你活化能 跟你的溫度呢 去控制了這個 整個反應的這個速度 整個反應的速度 活化能跟這個溫度 對不對 活化能代表什麼 是這個的高度 這個的高度 所以你如果可能都是 這樣的降低活化能 或是選擇一個低活化能的這個方向 代表什麼 你的反應速度是加快的 反應速度是加快的 所以 你要從這邊的速度 或從這邊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這個 E A 表是什麼 是一個最低最低的這個動能呢 你需要去進行反應設施 是需要的動能 這合理嗎 如果我在其實這邊 A 我要往7或B的方向去進行 我 不論我要得到C 我需要突破的實質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是我最低最低 你應該提供給我的能量 否則我連這邊都跑不出來 我怎麼下來了 如果我要往這個地方向走 你要去跟別人描述 我右邊這個活化能 至少我那麼多越過這個高峰 我稍微有機會下來 所以它是一個 minimum的kinetic energy 我reaction這個process 提高溫度代表是什麼意思啊 它不是降低活化能 而是什麼 讓我整個反應過程 整個反應物當中 它能夠越過活化能的分子數目是增加的 所以這是一個反應的process 這個黑色的線代表什麼 是一個在這個長溫度下 這個27度7 它的反應的這個動能 它的這個分子能 能夠分布的反應動性 當我把溫度升高 100度7到373K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的這個圖形往右邊移動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能夠超越 同樣的這個能量 我能夠超越這個能量的 分子數目是增加的 相較這個黑色來講 我能夠增加的這個 能夠達到這個能量的分子 變這麼多 所以我每提高溫度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我可以讓我的這個分子的數目 能夠達到 reaction kinetic energy 的數目就增加 就有越多的分子 可以越過這個溫度 就越多的反應都發生 所以T跟這個Ea 都會去影響到你的這個反應 發生的過程 這邊呢 是一個這個反應 開始去進行 跟它結束的反應畫面 有看過的嗎 如果這是一個發生反應的過程 A加P是一個75 C加P式的產物 這個時候呢 這個反應 必須先對多溫度的話 能達到一個senscape 這時候呢 才能夠進一步的進行放熱的動作 所以前面這一步是吸熱 但是經過分開之後呢 它就放熱 得到這個C加P的產物 這件事是你的tension state 這一條能量呢 代表的是你的potential 是你的位能 是你的位能 好 那在反應過程當中呢 你會遇到你的所謂的這個 數據的這個決定 數據的決定步驟 那你這個數據的決定步驟呢 這取決於呢 你的最高的這個over 1 反應中的那個暈光嘛 所以你趴著過就過得去 趴不過你就過得去 所以它會是你的這個反應的這個 所以它會是你的這個反應的這個 這個step 講了前面這麼多之後呢 這項題呢 就是代表了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這個整個反應的這個 發生的這個過程 這個反應的發生是怎麼發生的 C-H-4 甲腕碰到了這個 這個第一顆corine gas 這是你的first complication step 第一步 你的 complication 第一步 對不對 你的這個濾原子已經被誘發出來了 這時候碰到你的甲腕 甲腕碰到了這個濾原子之後呢 這個濾原子呢 開始要去搶你的甲腕的這個輕 這時候呢 它去越過一個和化能 和化能之後 你得到的第一個中間體呢 會得到甲腕這個輕的被搶走 它生成了這個HCL 加上這個messor radical 然後怎麼變成CL2啊 這邊指的是什麼 是 你生成了messor radical之後 你遇到的環境當中 還沒有被打斷是CL2 接著呢 它就搶了一個CL2的CL corrinated 得到產物 並生成了下一個CL radical的過程 所以中間過程當中 它第一步是一個吸熱的過程 第二步是一個放熱的過程 所以整個反應裡面呢 有兩個transition state 這一個是高的 所以呢 我能夠越過這個高的 我的長度就會到這邊 我就得到這邊了 對不對 我到這邊之後 我兩個方向可以選 我可以選這邊 我可以選這邊 對不對 這邊比較容易走 而且呢 我的長度能力還要低 再撒了就比較容易進場 所以我只要能夠 越過我的rate limiting的這個step之後 它自然會等於說 會往它長的方向走 到這邊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再看一次喔 剛剛我生成了第一分子 要給你們講清楚喔 這是假碗 可以生成第一個 就是一個綠原子 我要得到這個 Nasuradical 加Cl2 你會先經過一個 你會先經過一個重要的選均線 碰到了一個綠的微波 所以是說平時會怎麼動 你的心正在被這個綠的微波慢慢動 吸一種 這個界落罐未罐 這個界到深層會深層的地方 所以這個你能夠分離嗎? 分離不出來 對不對 可是呢 它會出現在這個能量包風鏈 它在這個能量包風鏈 經過的今天到明天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跟你介紹 這一個能量的包風鏈這樣的結構 它到底是長得像段階之前呢 還是長得像段階之后 這就要明天 今天跟著我 會讓我們影片的這個段階段告訴你 會有一個假說告訴你說 你怎麼去判斷這個能量包風鏈 誰 這個是由什麼樣的結構 就才能夠拿給我們這個包風鏈 結構的能量包風鏈 好 所以呢 然後呢 我推進來 碰到了腳碗 然後呢 會生成像這個過渡態 它就是這個步 就是這個步 這個點下來之後呢 這個搶走的青 青真的被搶走了 然後呢 這個Messor Radical 到了下一步 我又遇到CL2 這邊你自己畫得出來 這一步是什麼 一定是CLCL 被Messor Radical 搶了一個CL去 一樣要生成一個 快生成技能 快關節 步入太多 這個步入太多 然後呢 才會往下一步 那裡走過去 所以當我看怎麼反應發生的時候 我要去討論說 這種反應怎麼會不會進行啊 這個反應中間體 要怎麼發生啊 不要看了 你只需要把眼睛看在前面這段 後面這樣沒有看到 我只要是他討論這一段 我知道會生成這一個 後面這個我就會預測到什麼差 對不對 所以我只需要看前面這段 後面真的不知道 得到這個中間體 他一定會去搶運 得到這個場地 後面真的就給我看 我只需要看前面這段 好 同樣這樣的反應在發生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來考慮 你甲腕遇到的是 這個chlorian atom chl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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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om 他的活化等是非常不一樣的 佛的活化等只有五 也就是什麼 他的活化等 第一個反應速率非常非常快 所以呢 一般呢 不會拿回來會不會太危險 而且chlorian atom 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通常不會來做這個反應 綠呢 反應速率也很快 所以呢 我們用綠去看他 對不對 到我們秀的時候就發現呢 他的反應速率很慢 到Ildin呢 他的EA值更高 他的反應速率更慢 所以整個反應條件呢 變得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呢 如果是Ildin的表現之下 Ildin基本上是很過期的 他不會去跟甲腕發生反應 不會去跟甲腕發生反應 我看你自由性的這個反應這個能量 所以當你的EA是上升的 反應速度是下降的 當你提高溫度的時候呢 你反應速度要上升 然後下面這些四個呢 只要告訴你 這四個不同的原子 跟甲腕發生反應的時候 他會有不同的這個反應的這個特性 在我們今天結束之前 這是一張很重要的Sky 明天我要總之間他給你介紹一下 開始有一點點藍 一點點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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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平碗的分子 這是一個平碗的分子 這個平碗的分子呢 要去跟一個內心發生這個 剛剛所講的選擇 有一點點藍的反應 反應方法一樣喔 Cory碰到的這個HU之後 照光之後 生成了一個Cory atom 產生一個radical 對不對 這個radical呢 開始去搶琴 它是搶琴 跟剛剛不一樣的喔 這個時候呢 它有琴可琴 一個是末端琴 一個是中間琴 對不對 這兩個琴是一樣的位置 這個琴是另外一個位置 你會得到兩個位置 欸 我就想說 這個機率是相等 我們純粹以琴的速度 去考量它的機率好了 你會覺得怎麼樣啊 末端的琴有6顆 中間這個琴只有2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1 3 所以理論上 接在末端的應該是75 接在中間的應該是25 可是你發現不對喔 接在末端的 技能只有40 接在中間的當然有60% 所以顯然啊 事情不是像我們想的這麼簡單 它不是只有看你的數目 去決定的才能 最重要是什麼意思 光這樣子講 你應該想聽歌 很簡單 很簡單解釋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 這邊的琴 有些人比較堅強 你覺得這樣 不容易被搶 不容易被搶 這邊的琴相對比較脆 人家來就點腰了 為什麼 我們跟各位講過這個觀念 他龍鴻一被搶 跟誰有關係 跟被搶完之後的產物有關係 如果他被搶了之後 生成的這個自由性是固定的 那這個琴 他就去Majer 就可能被搶 如果被搶完之後就很不穩定 他當然就不喜歡被搶 對不對 一旦他搶完之後不穩定 他就把搶回來 這兩個琴 應該要這樣講 這兩個碳 都由自己帶一顆自由機 心態是不一樣的 他不知道什麼是Hair 他就比較不開心 這可以想像來的對不對 如果我們想這件事情 你把它去做一個量化的結果 去計算 這邊呢 這兩個這個琴呢 總共有六個方式 總共有六個琴可以去發生的原因 它總產率只有40 代表什麼意思啊 每一個輕微發生反應的 機率只有6% 它都已經只有5% 這邊呢 總共只有兩個輕微發生反應 但是它的產率又 60% 它每個輕發生反應的效率有30% 所以升降下來呢 差相近5倍 所以呢 表示什麼 這個琴被罰手的容易產率相差到5倍 相差到5倍 這關係到什麼東西 誒 這個是不是這樣 後面還有 相差什麼倍 關係到你這個碳去帶了這個自由基之後 它的穩定性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過喔 自由基是一個 是一個缺電子的機構 所以呢 這個自由基的存在穩固穩定呢 跟這個碳旁邊所接的官能基 或是取代基是有關係的 如果我這個碳帶一隻油基 旁邊接越多碳機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自由基就會 補兵下來 為什麼碳機會是一個推電子機 我先都告訴你 碳機是一個推電子機 碳機會更推電子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每一個碳 最小的碳機是誰 對 甲碗機 如果它是一個甲碗機的 代表電子 每一個碳三顆都帶了三顆電子 所以你想像得到 這個它本身缺電子 然後呢 它呢會把這個 直接去見解上面的電子 拉得靠近自己一點 對不對 因為它本身缺電子 那如果我旁邊 帶的是甲碗機更好 為什麼 如果是一個甲碗機 這個碳旁邊又多了三顆 整體 總共旁邊多了六顆電子 那是不是在電子 你會被埃子往這邊拉 想辦法去補足這個碳三密的電子 所以 這叫做誘導效能 這叫誘導效能 這叫領導體 對 我們在這段最後給你介紹 叫領導體 代表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利用sigma bonding 單件sigma bonding 的電子呢 推幾個方式呢 去穩定的 不穩定的彈中心 這叫誘導效能 是你用sigma bonding 不是sigma 天競技能sigma bonding 是用你的 這個單機的進度去穩定它 所以呢 這個電子 並沒有真正的 跑到這個確電子的看上面 只是怎麼樣啊 一直推 把密度是往那邊的地方推 就是往那邊推 想辦法進去穩定出 這個確電子的中心 你可以說 沒有辦法去想 為什麼這樣子想完之後 這一個 中間這一個碳 它的反應數量不夠 反應的這個產物 會大過我們村民有的這些 poken的取代 顯而易陣 今天是因為什麼 一定是因為 我產生的這個 radical的位置不一樣 對不對 我如果是三個 我如果是一個 這個 零碗 長這樣 我遇到的一顆 綠的電子 它想清 想清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什麼 C-H-2 V-2 C-H-2 C-H-2 C-H-3 第二個 是C-H-3 H-2 C-H-2 V-2 V-2 C-H-3 哪一個比較穩定 當然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旁邊帶了兩顆大氣 這一個呢 是兩個青在旁邊 所以它的右腳下移 會有一定的能量 大約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概念的話 比如說這個你就知道了 這個發生了第一步反應過來之後 它有可能出現兩個空間地 一個是甲基帶在 好 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平碗對不對 發生了第一步反應之後 發生了兩個空間地 一個是你的radical帶在 一個是甲基帶在中間 所以 注視性能量差錯 它注視性能量差錯 一個是 這個能量差 實際上可以就差在哪裡 差在我的time 有沒有被旁邊的 許代替的穩定住 我的這個calf metal 有沒有被旁邊的穩定住 有 它就降下來 一定比較少就比較高 所以這時候 是不是 再往下一步走 它要遇到下一分子的CL度 它會得到更穩定的差 這會不會 這樣 這樣 了解 大概 有一個感覺的嗎 那明天 我們就會 從這地方開始 跟各位介紹 如果它不是綠 它會變成是秀 它不是放熱 而是吸熱 那產物 傾向 會不會改變 好 那我們就繼續講到這邊 明天我們熱風 就是這個 這地方開始了 我們會把第四章給 給出兩 我會帶給你一點這個 我們會把這個 地方開始的部分 也會不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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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